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著名外交家北京朝人海外联谊会首任会长柯华 前日一日晚上九十二十一分在北京医院离世 中年103岁 柯华在近30年的外交工作中先后做过四任司长 担任过四国大使并全程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 而柯华的女儿柯玲玲1979年跟国家主席习近平结婚 1982年两个人和平分手 结束维持三年的婚姻关系 柯华原名林德常 1915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里胡镇 20岁时 他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 并参加了129运动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革命及家人安全 他听从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建议而改名 当时柯华表示改一半行吗 对方回答可以 他从可字受到启发 随口说穆家可 做姓吧 至于名字就选择了中华的华字 就这样 他便一直沿用柯华这个名字 1937年4月 柯华参加了一个十人组成的燕大学生代表团 秘密到延安参观学习 或毛泽东的接见 中共建政后 柯华历任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 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兼文化部副部长 西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4年12月 柯华调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曾任非洲司西亚非洲司亚洲司司长 1960年3月至1964年5月 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几内亚大使 1972年9月至1974年8月 担任驻加纳共和国大使 1975年12月至1978年4月 担任驻菲律宾共和国大使 1978年9月至1983年3月 担任驻英国大使 先后担任过四国大使 1983年 柯华回国 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 结束了他的外交生涯 1988年 他被任命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5年退休 退休后的柯华并未停歇 继续为祖国为家乡建设累专加瓦 改革开放初期 他担任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主任 汕头经济特区北京顾问组组长 在1993年夏天成立了北京朝人海外联议会 并担任联议会首任会长 由止 柯华在中共建政后的外交活动中 曾占了五个第一 第一任外交部 李宾司司长 第一任外交部 西亚非洲司司长 第一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 第一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 第一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同时他还先后出任中国驻加纳大使 中国驻英国大使 至于经他谈判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四个 分别是加纳、马里、菲律宾和泰国 另外 柯华在1978年时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因而得以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全部过程 1997年7月1日 火腰参加香港回归交接仪式 亲眼见证 中英香港政权的交接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题目是 柯玲玲嫁习近平 三年婚姻变婉婉 中国著名外交家柯华并是北京 中年103岁 柯华有三个女儿 小女儿柯玲玲 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前妻 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三年变告中 据了解 生于1951年的柯玲玲 又名柯晓明 她于1979年与习近平结婚 1982年和平分手 两个人并无诞下子女 柯玲玲离婚后移民英国 习则于1987年与彭丽媛在福建厦门结婚 习成为国家主席后 平平写彭丽媛出访 两人以恩爱的形象现身 反之 习与柯玲玲之间的婚姻 却先少被提及 2015年10月 习近平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同年8月28日 微信账号方式书简 以习近平前期评袭 她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题 发布了一篇英国 乔报对柯玲玲的专访文章 该文指受过良好教育的柯玲玲 十年64岁 是伦敦一间私立医院的高级主任 也是伦敦大学亚非医学院的客座教授 柯玲玲在文中批评习近平 指她是正直而执着的人 做事情有规划有步骤 却不是那么浪漫 她还指 两人是因为习近平不愿跟她移民英国 加上两人理念不合 才导致离婚 柯玲玲说 她与习近平离婚后 移民英国 头三年 习每周都打电话给她 当年中国电话不普及 条件不比现在 打电话到英国并不是那么方便 且当时她已决心离婚 所以一通电话都没接 这也让习非常伤心 习当时曾试图挽回婚姻 但随着她的失联 双方就不再联络 之后他们全家回深圳扫墓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正好到当地考察 两人就碰面了 他说 当时聊了约半小时 习未问他的父亲 且和他及全家人握手 彼此感觉很尴尬 他还仔细看上去老了许多 这篇文章一出 随即在微博 微信引发疯传 至少十多万人点阅 也被海外网站转载 但在短短一小时后 该文急遭移除 方氏书简也被关闭封掉 虽然该文宣称是引用英国 侨报对习近平前期的专访 但查询该报网站 却找不到此文 因此 该文是伪造的质疑之声四起 海外华文媒体明镜邮报就指 北京知情人士 对该报记者断然否定 这篇文章的真实性 认为完全是伪造的 知情人士指 仅凭两点 就可以断定这是谣言 第一 习近平的前妻 根本不是学医的 怎么可能当到 所谓私立医院的高级主任 医学院的客座教授 第二 他早已经回国 在北京定居 怎么可能在英国伦敦的医院 医学院任职 维基解密 则曾引述一名 与习近平相熟的教授说 柯晓明很优雅 受过良好教育 他与习近平 一开始与习的父母同住于 北京南沙沟的住所 后习仲勋职位提升后 老两口 前往古楼新住所 公寓由习近平夫妻独住 他们几乎每天都争执 教授说 当柯晓明返回英国 而习近平拒绝随其前往时 这段婚姻结束了 教授认为 世袭的距离感导致了夫妻离婚 自由亚洲电台 发表魏普评论 题目是 美中两国鹰派对贸易战的影响上 最近 中国对美强鹰派纷纷发声 谈对美中贸易的看法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是解放军退休将军罗元和 曾经的政府智囊 卢麦的看法和主张 明镜广播电台 于12月30日 播放了鹰派少将罗元先生 最近在深圳的一个演讲全文 提为中美贸易战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罗元认为 美中贸易谈判涉及到 共产党政权安全问题 如粮食问题 网络问题 金融问题 和军事问题等 关于粮食问题 他说 美国要我们开放粮食市场 这绝对不能对外开放 我们宁可政府补贴 也不能开放 关于网络开放 他说 美国认为我们有限制 要求解禁 如果开放 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 安全怎么办 关于金融开放 罗说 如允许外资占50%以上 我们的金融安全怎么保障 关于军工开放 包括武器弹药 测绘等 罗说 我们不能以国家的核心利益 换取妥协 还说 贸易战的背后是制度之争 意识形态之争 有趣的是 早几个月 华尔街建文转载了一篇发语 比较的文章 题为 《一场未加掩饰的遏制美国对华战略转型与中国的应对》 作者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建托和鲁麦 该文和罗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用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川普政府为何发动贸易战 这个理论讲的是 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要采取遏制战略 以避免中国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文章说 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将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者 他们都有修悉抵得情节 文章认为 这些人并不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念 他们要确保的是美国的领先地位 该文有几个关于贸易战的观点值得关注 第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美国的最大关切 所以不惜采取战略上的冒险 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第二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有自身的合理性、必然性、道德性、正义性 没有理由在遏制面前低头告罪 放弃自己的发展权和发展道路选择权 第三 对于美国霸凌 要坚决反击 但要掌握分寸 既要使对方付出代价 也要避免走向全面失控 于建托和卢迈对川普政府发动美中贸易战的缘由分析是准确的 他们和罗元看法的不同在于 罗元强调了美中两国之争是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 而于建托和卢迈文章更强调 是美国现实主义者的修习抵德情节 而不是制度和意识形态导致了两国冲突 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妨碍他们得出共同结论 即美中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虽然罗元强调政权安全 而于卢文强调要坚持中国的发展权和道路选择权 但内核并无不同 这里的问题是 这些中国鹰派人物的看法对习近平和美中贸易战有影响吗 我的看法是 有 在涉及到政权安全的问题上 他们的主张不仅对习近平有影响 而且有很大的影响 在最核心的问题上 他们和习近平甚至一拍即合 从表面上看 在美中贸易战谈判中 主和派占压倒优势 但在美中深层冲突问题上 鹰派的主张其实正在引领中国的战略思维及战略走向 目前主和派的主要领军人物是副总理刘鹤和总理李克强 刘鹤认为 贸易战中共不能打要打必输会引发中国经济总崩溃 但在涉及到网络安全军事安全乃至共产党的执政安全等深层问题上 鹰派的思维和习近平的思维并无二指 这场贸易战如果升级或持续打下去 对中国损失太大 失业率骤身和经济可能崩盘 亦会对政权安全带来挑战 如何既避免中国经济崩盘又能维持共产党政权 应当是习近平思考美中贸易谈判出路的主要问题 用贸易和经济的进一步开放 换取政权的不被挑战 可能是习近平的思路 通过大量购买 特别是购买川普基本盘农区的产品 大幅减低关税 开放金融市场 甚至大大降低中国制造2025在外人眼里的政策预期 以换取贸易谈判过关 正是中国目前做的 进而言之 习近平会不会思考 用暂时适度减缓中国经济增长 保持和美国实力的一定距离 换取美国放松 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戒心 和要求中国改变深层结构问题的压力 以时间换空间 获得喘息机会 以图长城发展和巩固共产党政权呢 这值得关注 下一节将讨论美国鹰派对贸易战的影响 央广电台报道 题目是 中美贸易战谈判没戏 巨风在形成 英国金融时报 中文网今天 3日发表文章指出 美中贸易战的90天休战期 至今已过去三分之一 但中国要在三个月内兑现的 对美采购即无可能 更何况要推动结构性改革 未来美中贸易战的风暴在聚集 这篇由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何永勤 撰写的文章指出 美中90天的停火 类似美方的最后通牒 却被中国媒体转换为 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 但这种刻意编织的胜利幻象 很快就被击碎 文章提到 扣除耶旦节 新年及春节假期 90天的时间并不算多 要让成见很深 利益冲突的美中双方 达成贸易协议而阻止贸易战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 双方尤其是中方 更需要展现足够的诚意 但到目前为止 中方真正落实的动作 旨在于一些之微末节 离美方的期待相距甚远 文章形容 倒数计时早已开始 风暴在不远处的 地平线上升腾 但客观来说 要想在短期内解决双方贸易失衡的问题 是不可能的 文章说 根据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 美中12月1日达成的协议中 中方承诺的采购额度是巨大的 可能高达1.2兆美元 但象形之下 中国目前的采购额度只是洒洒水而已 美国官员已公开抱怨中方动作迟缓 然而 三个月内能完成的采购额度是有限的 然而 除了扩大采购 文章认为 诸如智慧财产权 保护不到位 强制技术转让 市场准入为全面放开 国企补贴 中国制造2025 非关税壁垒等 中国特色象征 要想在短时间内重新构造 几乎是异想天开 文章直指 目前看来 大部分人对美中贸易战 能否在这90天内落幕是悲观的 正如外界评论说 双方已经为这些事斗争了几十年 怎么可能在90天内取得进展 但这篇文章认为 90天期限到来时 中方一定会做足姿态 美中很可能会达成另一个象征性的和解协议 但重要的问题是 这个协议的可信度如何 文章说 美中即使达成协议 也无法化解已存在的纵深层次矛盾 中方在政治上无法接受城下之盟 也没有将政治体制改弦一折的意愿 中美之间的敌意和负面情绪 将会继续累积 这篇文章还指出 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可清晰地看出 贸易战只不过是美中交锋的前沿 绝不是美中冲突的全部 观察家们极无争议地认为 过去数年 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政治精英的核心共识 因此 连美中关系的奠基者 至今仍是中国做上兵的美国 前国务卿纪星级不久前就说 中国需要做出彻底的改变了 然而在密室政治中 公开建言 往往是绝望的同一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发表鼓励的报道 题目是 韩国总统府撇清 对朝鲜驻义大使逃亡不知情 在朝鲜驻义大利大使叛逃的消息 在媒体传出后 韩国总统府1月3日表示 对这件事情并不知情 鉴于过去多起朝鲜官员叛逃事件 都有首尔参与 且许多逃北者辗转落地韩国 这次外界特别关注 正在与朝鲜热络的文在营政府如何应对 据报道 韩国总统府表示 总统府并不知道 朝鲜驻义大利大使叛逃事件 如果这一事件获得证实 那么 这就是继2016年秋天 朝鲜驻英国公使 泰永浩协期二逃亡抵达首尔后 朝鲜另一名重量级外交官叛逃 目前韩国当局正在与朝鲜缓和关系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平平清静示好之际 如果此事被证实 韩国将很难再避免伤到平壤的前提下运作 接纳这名朝鲜叛逃大使 或提供援助 不过这名朝鲜驻义大使是否希望前往韩国 目前尚未确认 朝鲜驻外使节经常叛逃 除了朝鲜驻义大利大使和驻英国公使之外 还有 朝鲜驻刚果移密高音患 1991年叛逃 驻赞比亚三密玄成 1996年叛逃 驻埃及大使张成吉和其兄 驻英参事张成豪 在1997年邪家人逃亡美国 2097年叛逃 驻浮 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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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専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